这是刚刚一个同行拿过来的三合一的电视主板 问题是电源的问题 他自己简单的修了一下 换了这个芯片的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他一共是拿了两块板 这块板是给我备用 要把这块板修 然后这两块板的电路呢 它有小异 然后这个芯片呢 从这个板上拆下来的 然后这个板呢 本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芯片拆到这个上面来呢 这个电源呢还是没有输出 我们现在来给他维修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电源板呢 基本上是没有动 从来换了一下这个电源芯片 他这个开关管这里都没有拆 我们来维修一下 他说上电之后呢 300伏不掉 也就是说没起震 我们首先来试一下 我们这里接通的电源 光源表呢打到直流道 开机 测一下这个大电容上的电压 329伏正常 测一下输出 确实是没有电压 一点电压都没有 好 我们关机 然后再来测量一下 电容中的电压 还是这么多 掉的很慢 说明这个电源呢 没有起震 我们用灯泡进行放电 像这种情况呢 应该是减漏的可能性是比较小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走一下流程 大概来测量一下刺激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 应该是没办法减到漏了 大致的测量了一下呢 刺激的一些负载都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 刚才检查了一下电源的这些刺激都没有明显的短路 那也就是说不是刺激引起的 像这种纯粹没有输出的 我们也不用考虑这个反馈电路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要围要这个芯片 来维修 那么这个芯片我们知道 芯片有它的工作条件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围要它的工作条件来进行检测 这个芯片的型号呢是8671A 我们可以在网上找一点资料 或者跑一下这个线路也可以 这边呢我就用网上的资料来给大家讲解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这个资料啊 8671A型号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图 我们看这个图我们得到什么信息呢 首先它的供电脚 它是直接通过傅饶组进行供电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脚不用查 那么其他人我们要查这个HV 它这个就是启动引脚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有一个BNO 通过这个300伏的正极这里接过来的 通过一个电阻分压啊两个电阻分压接过来的 那么应该就是检测这个电压的 我们也可以看下面它对这个引脚的英文描述 HV就是启动这里有一个start 开始的意思 然后这个BON呢就是对电压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压保护引脚 或者是过流保护引脚 它这后面还有一个OCP过流保护 那么我们现在要简单什么呢 这个芯片要工作 首先要有启动电压 然后在这个BNO这上面肯定会是有一个电压 我们目前这个上面没有这两个电阻的组织 我们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多少 但是这个上面肯定是有电压的 我们现在就围绕这两点来测一下 其他的引脚呢这是反馈 这是电流检测 这个电源都没有启动 它不可能有电流检测 这里是输出也不用管 然后这个VCC更不用管 刚才说的它是辅助饶主供电 这个电源没有启动的话 它这里是没有供电的 那么我们检查这两个引脚 我们可以看一下HV是第七脚 就是最后一个脚 应该是第八脚 这里是第七脚 这里是第八脚 它这个如果是七脚芯片的话 就是最后一个脚 然后BNO是第一脚 那么现在我们来上电测一下 第一脚和第七脚的电压 换一表达到直流 上电 黑表笔接电容的负集 我们首先测第一脚 就是BNO这个引脚 就是用于电压检测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电压只有0.4伏 我把档位再小一点 0.4伏 这个可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电压 那么我们测下第八脚 有最后一个脚 这是有电压的 我们把档位高一点 好 这个电压在跳动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跳动 我把电源关的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电源已经进入打格状态了 是什么原因 我基本上已经分析到了 就是因为这个脚引起了保护 电源在一启动的瞬间 由于这里会构成回路 给这个芯片供电 那么它的电压会下降 但是一下让这个电源准备启动的时候 然后芯片检测到这个脚没有电压 就是没有检测到这个无线电压 那么它又会停正 它的电压又会升高 那么电压一升高 它又会重新启动 启动的时候 这又构成回路 这个电动中会形成电流 那么这点电压又会下降 下降之后 这里又会保护 周而复始 所以说这点电压在跳动 那么现在我们来找一下原因 为什么这个脚 BNO的脚没有电压 它这里有一个上下分压电阻 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电阻坏了 好 我们再用灯泡把电放掉 这一步一定要注意 不然的话会电人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脚的电路 通过这里走到这个电阻 这个134就是它的下分压电阻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这个134 它这一段是接着D 为什么知道这一段是D 首先我们可以从万元表去测量这一点 和这个大电阻的伏击数度导通的 其他我们看这里是有一个VDW907 这个VD是什么 是稳延2B管 稳延2B管 一般的它的阵级会接地 刚好这边是阵级 和这里相连 那说明这个地方肯定是D 那么然后这个电阻这一段通过这里 好通过这个线走到这个下面去了 那么就这种情况我们要拆散热片了 因为这个下面应该肯定还有一个电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板子大家是没有拆过的 我们现在来把它拆开 好我们把散热片拆掉了 我们看到问题了 已经看到问题了 看到没有 下面这一串电阻炸黑了 看到没有 那现在问题就已经找到了 就这几个电阻 检测电压的上分压电阻坏了 导致它检测不到这个母线电压 所以说这个电源就保护了 好我把板子洗了一下 隐隐约可以看到这几个电阻的组织 335 335是多少 3.3兆 3.3兆 我们来测一下 好我们的万一表达到60兆的档位 好我们可以看测量是没有任何反应 已经开路 这个还有7电阻罩 8电阻罩 我们直接把三个电阻给它干掉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电阻本 找到3.3兆的电阻 我们直接拿出三个 好这三个电阻已经更换完成 我们再来进行充电测试 好我们再次上电 直接测量这里的输出 6.2伏 应该是待机状态了 我们用镊子短接一下进行开机 好输出11点多伏 正常 我们再测一下这边的灯条电压 115伏 正常 116伏 那么我们这个电源板就修好了 就这几个电阻的问题